再來看兩岸關係一個拍攝像觀光度感冒 這幾年代表觀光客來到臺灣人數變得比較多 自由行比例也慢慢的押管 可能因為我們總統代算在乎到 中國大陸就說 國公委今天去出銷本來開放四十七的車子 來到臺灣自由行的簽證 強調影響到七十萬的大陸遊客 專家也說觀光損失算算的差不多二十億 如果我們陸委會發聲明 抗議中國大陸方面破壞協議 但觀光協也說的課金是有很多辦法 要來應付 臺灣料理看風景想要怎麼玩就怎麼玩 這幾年選得自由行的中國遊客人數提款 但就一個效率期間 中國大陸提出一條新犯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流遊報 在關風的網路上個時 因為現在兩岸的關係 我頂岸離空19年的八月一直開始 停止是十七的三市中國大陸民眾 來臺灣市油店 旅板業還有小吃業者 這幾個行業算是比較嚴重的 如果以旅宿來講跟交通來講的話呢 最少的產值呢會有20億左右 因爲又是一個點名 包括北京、上海、蝦門、中京、南京、公酒、航酒、 頂頂全民出銷自由行的簽證 根據觀光協議 上半年中國遊客來臺灣的人數 按理空1000年的126萬 每一年增加 通計來到近年的上半年 已經有差不多167萬 去年主流行的人數 競價是占了百分之三十倍 就在中國遊客 競價的時尊來發出這條限制令 強行影響超過70萬名的中國遊客 常常因為選舉的因素都有 這樣的一些傳聞 只是說這一次比較特殊是 在陸方的這個官方的這種 網站上面有做這樣的訊息公告 做陸團的這樣的旅行社 大概400多家旅行社 全聯會跟平保協會都有來告知這個訊息 經過一個選舉半年前 來聽自由行的簽證 競價說 這個影響強行會打到明年的日月 禄委會也發出三點的聲明 來表示 對中國大陸破壞的協議 來提出抗議 也會繼續來到對方寄宅討論 記者中學報道